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TVB被视为对香港和亚洲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电视台之一。 当时,TVB的天王和天后也是几代人的青春,二三十年后,他们仍然记忆犹新。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日本、韩国和泰国的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TVB的电视节目不再像以前那样流行。 即使是香港人也不得不承认,TVB已经成为过去。 怀着怀旧的心情,香港摄影师张艺芳再次参观了被认为是邵逸夫创立的亚洲好莱坞的旧TVB电影制片厂,也成为邵氏电影制片厂。 邵氏电影制片厂位于香港东部的清水湾,远离市中心,要想去那里,必须乘坐地铁、公共汽车等多种交通工具才能到达正确的地点。 在张的摄影印象中,当他来到这里时,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糟糕的工作室,墙壁上覆盖着绿色苔藓和藤蔓,只有大门上的标志才能提醒人们这个地方曾经有多辉煌。 邵氏影视城始建于1961年,1988年更名为TVB电视台,2003年,当时的TVB工作室搬迁到江军澳,一直延续到今天。 可以说,邵氏电影制片厂见证了香港电影电视的黄金时代,是许多知名人士走向世界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地方。 在黄金时代,邵氏电影制片厂被认为是亚洲最大的现代工作室,拥有超过23栋建筑,占地面积达186000平方米,拥有多个房间。 如配音室、后期制作室、彩色印刷室、实验室等。 不仅如此,很多人说,只要邵氏出品的电影,就一定是好电影。 此外,有人声称,邵氏通过当时最现代化的设施和机器,一手创造了香港电影业。 在繁荣时期,他拥有3000多名员工,制作了数千部电影。 老电影是在这里拍摄的。 曾经辉煌的电影制片厂的恐怖废墟,一度被遗弃地令人心碎员工宿舍。 走进邵氏电影制片厂的大门,可以看到一个陡峭的斜坡,一直延伸道路的尽头。 这是TVB广播大楼。 摄影师们试图深入,但不小心进入了触发感应警报的地方,他们很快就撤退了。 张姓摄影师说,他从邵氏片厂回来后才知道这里有很多自杀事件,特别是员工宿舍。 以前这里有很多可怕的谣言。 有人说,在60年代,邵氏片厂出现了许多与电影无异的恐怖故事。 1966年,邵氏电影制片厂女演员李婷,在原员工公寓三楼102时的浴室上吊自杀。 1969年,一位婚姻失败,赌博欠债,与李婷有婚外情的导演秦健,也在同一地点上吊自杀。 此外,许多其他演员也决定在这里出生,这使得片场变得越来越黑暗,无法形容。 因此,毫不奇怪,这部电影被香港人列入了香港最可怕的地方名单。 时至今日,TVB艺人们在提到邵氏片厂时,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举动就是,拍戏时不该看天花板,就能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离开休息区,摄影师继续进入大楼的演播室。 他们说很难找到清晰的灯光,幸运的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强大的手电筒,所以他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这些是零散的杂志,旧的电影海报,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的软盘等等。 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邵氏电影业逐渐衰落,邵逸夫转头TVB建立了电视帝国。 此外,当时TVB的艺人培训班也产生了一大批知名演员,如刘德华、梁朝伟、周星驰、张曼玉等,许多著名的导演、编剧和制片人。 199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烧毁了所有道具。 并进行了翻修,但没有保持原样。 2003年,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扩张、火灾和重新安置后,TVB从清水湾搬到了江军澳。 当时清水湾的邵氏电影制片厂,现在是一片废墟,逐渐被遗忘。 2月份三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